特别感谢我们全球人寿最坚强的团队 今天送了一个大礼物来 从去年111年针对我们的低收 总低收的这些伸张朋友 提供一个微型的保险 那去年的保额的话是10万块 那今年的话就再度的加码 double变成是20万 那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 尤其是针对我们伸张朋友 这种重症跟急重症的朋友 这些原本在其他的保险公司 基本上都是去收的 所以他们是最需要 这份保险的这个族群 那全球人寿我相信 他们是以一种非常体贴又细腻的心 然后来关注我们所有最弱势的朋友 所以今天呢这个真的是 就像机师一样 那我们很期待 透过这样子一个微型保险 第一我们希望 我们的肾脏朋友大家都可以活得非常的健康 但是万一当无常来临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最基本的安全网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全球人寿的一个抛砖引玉 我们希望给我们云林县的 所有最弱势的朋友 带来更多的温暖 再次的感谢我们全球人寿 所以也是响应我们主管机关 对于弱势公民代科 不会尽容的政策 那过去也一次看到就是 我们社会有一些的弱势族群 它因为缺乏保障 当一些意外发生来临的时候 其实反而会让家庭陷入困境 那为了散尽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 等于是这一次 从去年开始 我们跟云林县政府 大概就一起来做公民 那展望未来我们也会持续配合 我们的主管机关的政策 希望把我们的基本社会保障 能够拓展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 那我们一起来让这个社会 变得更美好